肝子上的浮飆一沉 手赶快举起来 瞎子终于上钩 准总统赖清德笑得何不拢嘴 因为在这十分钟之前 旁边欢呼声四起 准副总统萧美琴 以及史瓦蒂尼国王 瞎子一支支上钩 赖清德却迟迟等不到 不过没关系 让宾客开心 最重要赖清德上任前一天 邀请友邦元首以及官员 体验台湾独有的吊虾文化 这外交起手势台位很足 不过其实过去赖清德 就带不少外国史节 体验台湾的在地活动 2021年4月 带着AIT台北办事处政府处长 英国办事处代表 以及新加坡驻台北商业办事处 代表等等一起爬阿里山 同年11月也曾邀 美日奥英英的驻台史节去吊霞 用行动巩固邦誼 赖清德520就职演说 四大重点也先曝光 将以稳健自信负责任 以及团结为方向 要确保稳定卸壮 不受侵蚀 也要展现高度的战略自信 更要对人民负责 不卑不亢 最后更要投入更多的努力 团结国人 也团结朝野 就职前夕 看来赖清德已经准备好了 TVBS 刘一俊仲 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